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繼續看464頁 或記解脫之我遠離二種 那麼這個一樣也是一種外道的思想 我們說這個常見 常見就是根據這個我 來執著他是常 那麼這裡要講的就是斷見 斷見根據什麼 還是根據我 那麼你有這個斷見的這種思想 那麼這個解脫之我遠離二種 前面說我是設法 或者我非設 那麼我有邊 我無邊 你怎麼轉呢 都是在這個地方 是色 非色 以是色 以非色 非色 非非色 那麼現在遠離二種就是 離開了這個色跟非色的這個問題 以及這個有邊跟無邊的問題 那麼這個就是遠離二種 那麼什麼樣才遠離二種呢 就是解脫之我 這個解脫之我 就是這個斷見的這個思想 就是當我死掉了之後 什麼都沒有了 斷滅了 那麼斷滅了斷滅了我呢 當然就沒有這個四色 非色的問題 或者這個邊 無邊的問題 因為已經都消滅了嘛 我也沒有了 解脫了 這個還是根據我有這樣的思想 那麼看這個批群記 獲記解脫之我 遠離二種者 七種斷見論者 做如是記 這個斷見論的這個外道有七種 那麼他們都有這樣的執著 為我死後斷滅無有 二十日我善斷滅 民解脫我 他是怎麼指導呢 就是當我還存在的時候 那麼人存在就是老病死 有老有病 有種種的過患 那麼當我死掉了之後 這個病也好 或者老也好 這些種種的苦呢 都完全消滅了 就是斷滅無有 那麼這個時候呢 就是耳食我善斷滅 就是苦呢 都消失了 這個叫做善斷滅 那麼苦消失了是什麼 就是解脫的一個境界 所以叫做解脫我 這個時候呢 我就解脫了 所以斷滅的這個論的人呢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一次呢 它沒有後世的問題 你說這個常見的人 還有未來的問題 那麼斷滅就沒有 因為死掉了就斷滅了 斷滅什麼都沒有了 都空了 就沒有所謂 未來的問題 那麼這個時候呢 就是解脫的境 一個解脫的境界 如下斷滅論說 在後面呢 第七卷這個地方 同樣破外道 有破這個斷滅論的這個人 彼所記我 離色非色 即邊無邊 明離二種 那麼他所執著的我呢 是遠離了這個色非色的問題 遠離了這個有邊跟無邊的問題 他不在這邊打轉 所以呢 就是遠離了這兩種 那麼這個呢 也是七種的 這個斷滅的這個思想 就是只找解脫的我 那麼就遠離了這個兩種 所以這個以上呢 跟前面所講的 這個我是色非色 或者是邊無邊 那麼乃至呢 這個解脫的我 就是遠離了這個色非色 遠離了邊無邊 這個呢 總而言之呢 都是在介紹這個 直著有我的 那麼不管是常見也好 你是斷見也好 有這麼多的思想 這個直著有我呢 有這麼多 多的差別 同樣 你直著有我呢 可是呢 可以從這當中 升起這麼多的分別 這個呢 怎麼破呢 就是這個 既我論那邊就破了 那麼如果是常駐的問題呢 就是前面都破了 這裡呢 只是單獨介紹而已 沒有說還要另外再破這一些 不用 因為呢 這個既我論跟這個前面呢 破這個常駐的這個理論呢 都完全破除了 那麼下面呢 我們再個別的 來破除這個 直著極為是常駐的這個人 又既極為常駐論者 我今問如 誰如意答 這裡呢 就是另外 要來問這個極為 是常駐的這個人 你直著極為是常駐的人 那麼現在呢 我來問你 隨你的心意來回答我 看你怎麼來回答我 如為觀察 既極為常 微步觀察 既比常也 你認為這個極為是常駐呢 你是怎麼 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你根據什麼來的 是因為你有觀察之後 那麼你才這樣認為 極為是常駐的 或者呢 你根本都沒有觀察 你都沒有去觀察這件事 那麼你就直接認為 極為是常駐的 就是問你這兩個問題 那麼看你怎麼來回答 若不觀察者 離會觀察 而定即常 不應道理 如果呢 你說 你都沒有經過觀察 你都沒有經過觀察 好吧 不用觀察 你離開了這個會的觀察 我們要觀察一件事是什麼 就靠你的會 心在分別 那麼什麼心呢 就是會心所 屬於這個會這一部分的 他才能夠觀察這件事 可是呢 你都沒有經過觀察 沒有經過你內心的分別 沒有經過你內心的思維 那麼你怎麼就決定認為說 它是常駐的 就是一件事呢 你不經過思考 你就這麼認定 那麼這樣子來講 是不合道理的 你不能這樣子 都不經過思考 那麼就認為這樣子 這樣子是錯誤的 所以呢 是不合道理 若言以觀察者 偽諸亮故 不厭道理 好吧 那你說你是經過觀察之後 才認為極為是常駐的 那麼你怎麼觀察 你怎麼樣去觀察說 有這個極為 然後呢 才根據這樣子 下這個結論說極為是常 為什麼是不能夠觀察呢 因為微諸亮 因為極為你是看不見的 為什麼看不見 因為根本就沒有這件事 所以呢 你不能說你是經過觀察 所以你不觀察也不對 你說你經過觀察也不對 因為極為是看不見的 為什麼看不見 因為沒有這件事 違背諸亮 這個限量也好 是沒有極為的 你說你現前有看見嗎 沒有嘛 因為你看不見 其次呢 比亮 你經過什麼去推測說有極為呢 也沒有 你不能夠有一個 有一件事 那麼經由這件事呢 讓你去推測說有一個極為的存在 也沒有 其次呢 這個聖言亮 佛 這個佛所宣說的這個聖教呢 他是不承認有極為的 所以 是違背諸亮 這個亮這個字呢 就是你要去認知外在的境界 他的根源在哪裡 這個叫做亮 我們要去攀圓外境 你要去認知這個外境 那麼他有一個根源 這個叫做亮 那麼這個亮呢 不外乎就是這三種 限量 比量跟聖言量 所以你說你經過觀察 可是呢 因為沒有極為可以讓你觀察 那麼你又說你經過觀察 你怎麼看的 所以還是不合道理 那麼這個批群記呢 若言以觀察者 為諸亮故等者 限量 比量及聖教量 市民諸亮 這個限量以及比量 還有呢就是聖教量 這三種就是諸亮 就是你要去 觀察這個境的時候 你要去認知這個外在的這個環境 也好 你要去認知外在的種種的事物 那麼要根據什麼 就是根據這三種 所以才叫做諸亮 亮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你認知外境的根源在哪裡 就是這三類 諸亮唯一能正觀察 就是因為你依止這諸亮 這三種亮可以作為你的依止 那麼你依止這個之後 你才能夠很正確的 來觀察這一切事物 辱則而不耳 諸亮相違 顧不淫利 那麼現在呢 你並不是這樣子 你說你觀察到極緯 那麼你才認為說極緯是常駐的 可是極緯怎麼來的 你怎麼認為有 你怎麼認為說 你觀察到極緯呢 因為沒有沒有這件事 因為他是和諸亮相違背 所以是不合道理 那麼這樣子來講 你說你不觀察也是錯的 不觀察你怎麼能夠 就是這麼樣隨便下這個定論 說他就是常駐的 不能這樣講 或者你說你觀察了 可是諸這個極緯 是不能夠讓你能夠觀察到的 你又說你是觀察到 還是不對 又辱何所欲 諸為誠信 唯有細故 既彼是常 唯有與出國物 其相亦故 亦故既彼常焰 這個一樣再來問這個外道 你其實不只外道 在佛法裡面 也有這個執著極緯是常駐的 這樣的思想 在小冊裡面就有 那麼你是怎麼樣想呢 這一個諸為誠信 就是指的就是極緯 那麼這個極緯 你認為它是因為微細的緣故 你才認為說它是常駐的 是這樣子嗎 或者它只是說和這個出國物 它的相貌不一樣 你才認為它是常駐 這裡就是兩個問題 你認為極緯是常駐的原因 是哪兩個 是哪一個 你來回答我 是因為它本身非常的微細 你才認為它常駐 或者就是它因為它跟這個出國物的相貌不一樣 那麼你才認為它是常駐呢 這個出國物就是你所看見的這一切的物質 都可以叫做出國物 因為它和這個極緯來相對照的話 它並不是微細 它是屬於出的 那麼這個國呢 因為這個執著極緯是常駐的人 他認為一切的物質都是由極緯而生 那麼極緯就是因嘛 這個出物就是國 所以就是出國物 所以這裡就是問它這兩個問題 是因為它微細你認為是常 或者它只是和這個 所造作的物質相貌不一樣 那麼你才認為它是常 這是兩個問題 若有細者 你如果說它是微細的緣故 才叫做常 才叫做常的話 那麼這樣子呢 這個問題就來了 離散損減轉負微裂 微裂 這一個呢 極緯是細的 所以才叫做常 才是常駐 當這個極緯 出現的時候是怎麼樣 它是離散的 它是從這個粗果物呢 這個粗顯的這個物質呢 它漸漸分散了 漸漸破壞了 然後漸漸的損減了 才會有這個細的極為出現嘛 那麼當它出現的時候呢 是轉負雷裂 就是它的力量呢 就是越來越減少 越來越弱 這個呢 叫做轉負雷裂 這個東西呢 比如說呢 這個物質呢 它有一個能量 有一個質量 那麼這麼大的一個物質呢 它有的力量就是這樣子 你把它分為一半呢 它的力量就分散了 那麼你再一直分一直分 它如果持續的破壞的話 表示什麼 表示呢 就是雷烈了 已經沒有功能了 那麼一件沒有功能的東西呢 一件沒有力量的東西 你卻認為說它是長的 那麼這樣子呢 是不合道理 所以你說 因為它細的緣故 所以是長的 這件事呢 是不對 那看這個批訊記 若有細等者 此難筆跡 離善為先 有火壞滅 即見兮出霧 乃至為助 為什麼要這樣子去問它呢 就是因為它原先呢 有這樣的執著 就是因為它認為 離善為先 有火壞滅 就是這個粗險的物質呢 它 因為極為離善了 所以它這個果呢 會壞滅 比如說這張桌子 為什麼會破壞呢 就是因為這個極為 一個一個呢 都搬家了 都分離了 所以 這張桌子呢 它才會壞滅 或者呢 這個見兮出霧 乃至為助 就是呢 這張桌子 你呢 把它漸漸的分析 分析到最後 就是剩下這個極為 的存在 這個是外道 有這樣的思想的人 他有這樣的執著 若既極為離善為先 或有分析損至極為 是則極為於出國物 轉負累裂 而言是常 不一樣的道理 如果你認為說 極為離善為先 那麼這個出國物呢 就會破壞 或者呢 沒有離善 你主動的去分析它 把它給破壞了 然後讓它最後變成這個極為 這樣來講 那麼你應該瞭解 這個極為呢 跟這個出國物 如果來對比的話 誰有力量 就是出國物嘛 出國物呢 它有力量 你比如說這張桌子 擺在這裡 它上面可以放東西 可以存在 或者它有什麼樣的作用 那麼一旦呢 你把它破壞了 就是或者它離善了 到最後呢 變成這個極為的時候 它是沒有任何的力量 那麼 一個一件這樣的事情 你卻認為它是藏的 來講呢 這件事呢 就是不合道理 因為呢 如果說 一個沒有力量的極為 沒有任何作用的極為 它是藏鑄的話 它是藏鑄的話 那麼 和它對比來講 這個出國物呢 它的功用也好 它的力量也好 都遠勝過於它 那麼它卻是無常的 就是 從這個觀念上來講 這樣子是不合道理的 所以你認為這樣子 因為它微細的緣故 才叫做藏 是不對的 若言由相亦固者 事者極為超過 地水火風之相 不同種類相固 而言能生彼類果 不應道理 好吧 你如果認為說這個極為 最微細的這個物質呢 它和這個出國物 就是因為它們的相貌不一樣 你才認為說它是藏的 比如說這張桌子 那麼和它的極為呢 相貌不一樣 所以極為是藏的 那麼出國物是無常的話 那麼問題呢 還是出現的 什麼問題呢 就是這個極為 你說它的相貌是什麼 它就超過了這個地水火風之相 就超過這件事 因為物質來講 物質基本的 構成物質的這個相 就是地水火風 這個出國物來說 它的相是什麼 就是地水火風 那麼現在極為 和這個出國物 既然相貌不一樣的話 表示什麼 它和地水火風的相 是不一樣的 可是呢 構成這個物質 這個世界來說呢 就是地水火風而已 除了地水火風以外 你要說物質的這個地水火風的相貌 不一樣 那請問它是什麼相 它就超過這件事 它和這件事不一樣 所以是不同種類相 它並不是物質的相 那麼現在一個不是物質的相貌 它居然可以生起筆類的果 可以生起這個物質這一類的這個果呢 是不合道理的 不是物質的元素可以生起物質的東西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說它們的相不一樣 這張桌子 它就是地水火風 可是呢 能夠生起這件事的這個因呢 卻不是地水火風 那請問 這樣子合道理嗎 是不合道理的 所以你說它們的相 是不一樣的 這裡呢 就有這個困難會出現 其次呢 又比極為更無異象可得 故不中理 這個極為呢 你說它超過地水火風的相 因為它和地水火風是不一樣的 不是這樣的相 那請問你極為是什麼相 就是更無異象可得 因為物質來講 所有的物質不外乎 就是地水火風 那麼除了地水火風以外 請問你 極為是什麼相 所以呢 沒有嘛 找不到 那麼故不中理 這件事呢 是不合道理的 看這個批群記 若言由相義故等者 此難筆跡已有為先 有果極起 極從眾異故等者 從眾異性出物果生 如問可知 如問可知 這個問案呢 就是要問他 因為他首先認為 以有為先 有果極起 就是有這個極為為先 那麼才會有這個出國物 生起 其次呢 從眾異性出物果生 從眾多的這個極為的性質 那麼生起這個出物 所以 才會問他這個問題 你離善為先的話 有果滅 那麼 最後變成細的 它是常住的 可是呢 它的力量 卻越來越少 越來越累落 那麼一個 一個越來越累落的東西 卻是常住的 是不合道理的 那麼你如果說 由極為能夠生出這個出國物 可是呢 他們的相貌又不一樣的話 那還是有問題 因為呢 出國物本身來講 就是地水火風而已 它是由這個四大種來構成 那麼現在極為能夠生這個四大種的東西 可是極為又跟它不一樣 那它怎麼生呢 不同類子的 不同種類的東西 怎麼來生 其次呢 你說它不同種類 那請問它是什麼類 因為物質的東西呢 本身就是地水火風而已 那麼除了地水火風以外 極為是什麼項 因為它不是地水火風嘛 那它是什麼 所以呢 這裡呢 都不對 又如何所欲 從諸極為所起出物 唯不亦相 唯亦相也 這個呢 就是要問它 從這個極為所生起的這個出物 那麼這兩件事情來說呢 它是不亦相 就是同相嘛 或者呢 它是唯一相的 就是不一樣 這裡來問它呢 就是極為何出物 到底是一 是意 它是相同 或者呢 它是不相同 極為呢 跟它所生的這個物質呢 出物的這一部分呢 是相同 或者呢 是不相同 若言不亦相者 由於彼因無差別故 以因是常 假如你說 這個極為和它所生的這個出物 是不亦相的話 表示什麼 表示他們是相同的 那麼相同的呢 這樣子呢 問題又來了 由於彼因無差別故 因為這個出物和它的因呢 是無差別嘛 你說它相同嘛 出物就是果 那麼果呢 和它的因就是極為 它是無差別的 那麼這樣子來講呢 以因是常 因為極為和初物是相同的 那麼極為是常的 初物也應該是常 這裡呢 就是這樣子 可是實際上來看呢 不是嘛 初物是無常的 那麼你說極為是常 極為又是初物 那麼初物卻又是無常 這裡呢 就會有問題 所以極為等於初物的話 那麼極為是常 初物呢 也應該是常 其次呢 是則 因無因果決定 不因的道理 極為等於初物 那麼這樣子呢 又會有另外一個問題 因果無決定 因就是果 果就是因 果就是因 他們本身呢 就雜亂了 就是沒有說呢 不能夠決定說 這個就是因 那麼那個就是果 你說極為等於初物嘛 極為是因 初物是果 那麼因就是果 或者呢 又會變成說初物 你也可以成為因嘛 那麼極為就是果嘛 因為他們是相等的 他們的相貌呢 完全是一樣的 沒有差別 就會有這兩個問題 產生 所以呢 就是不合道理 看這個P群記 是則因無因果決定者 因非即果 果非即因 相差別故 這個因果呢 就是因為 兩者不一樣 像這個種子生雅 種子是因 雅是果 種子跟雅呢 不一樣嘛 有差別 所以呢 你才可以分別說 種子是因 那麼雅是果 因為他們的相 是有差別 所以因呢 不是果 果呢 也不是因 若言不義 皆因是常 你如果說呢 他們兩者 都是不義的話 就是相同 那麼呢 就會呢 應該都是常住的 因為你認為 極為是常住的 現在極為等於初悟 那麼 同理呢 初悟就是常 皆是常故 因無變異 那麼他既然都是常住的話 就是沒有變異了 一和二說有因果差別 那麼你要根據什麼來判斷 他們這當中有因果的差別呢 因為極為生起初悟 這當中就應該有變化 有變化呢 他們就會有不一樣 那麼你認為他們是一樣的話 就表示這當中沒有變化 從極為到初悟呢 是沒有變化的 他沒有變化 才能夠說 無差別嘛 才能夠說他是不義相嘛 就是從極為到初悟 這中間 都是不義相的 不義相呢 就表示他們沒有變化 沒有變化就是常 那麼這樣子呢 誰是因誰是果呢 或者根本就沒有因果這些事情了 因為由因到果一定是有變化的 有差別 那麼才能夠分別說這個是因這個是果 現在呢 都沒有辦法來分別了 因為呢 他們這當中呢 都是無差別的 如是便無因果決定 故不因理 那麼這樣子呢 就會導致說沒有這個因果決定 你不能決定說極為就是因 那麼他能夠升起初悟 那麼這和你原先的思想就不一樣 或者呢 你又不能說 從初悟破壞了之後 那麼會到最後呢 分析成為極為 因為初悟到極為呢 這當中呢就是有破壞嘛 有離散嘛 那麼這一定是便意嘛 所以你說補異相的話 就會有這些問題 若異相者 如異云合 唯從離善極為 初悟得生 唯從聚極也 那麼你如果說呢 他們兩者的相貌是不一樣的 就是異相 初悟跟極為是不一樣的 那麼現在呢 再來問你 看你的心意是怎麼樣 到底呢 是從離善的極為 初悟呢 就直接生了 或者呢 他這個離善的極為 要先聚集起來 那麼初悟呢 才能夠生 就是極為生初悟 這一個過程呢 直接從極為 就生初悟了 或者呢 從極為先聚集之後 那麼才能夠生起初悟 這兩個問題 就是一個根本不需要聚集 他就直接生了 或者呢 他還要先集合在一起 很多的極為 要一個一個 慢慢的集合在一起 那麼初悟 才能夠生起來 這裡呢 就是問他這兩個問題 若言從離善者 因一切實一切果生 事者因無因果決定 不應道理 如果說呢 你認為從離善的極為 他可以直接生起初悟的話 他不需要集合 他直接就可以生起初悟了 那麼問題就來了 因一切實一切果生 這個極為呢 他不需要任何的條件 不需要有人呢 把他集合在一起 他個別獨立的一個極為 他就能夠生了的話 那麼在普遍於一切時間 或者一切的地方 他自然要生就生 那麼他呢 就直接可以生起一切的果 因為不需要集合嘛 不需要聚集在一起 他想要生他就生了 那這樣子呢 就是因果就不決定了 隨他的意識 從極為到初悟 不需要任何的人來控制他 也不需要任何條件 不需要其他的這個外力 他就能夠生了 那這樣子呢 就是一切實一切果生 這樣子呢 又不合道理 比如說現在有一個極為 他自然的 就自己呢 就突突然 就是生起一個初悟 比如說呢 假如說有很多極為的話 那漂浮在這個虛空當中 他隨時呢 就可以生起一張桌子 隨時呢 可以生起一張椅子 他不需要集合 那比如說這個鐵 鐵的這個極為 他呢 就可以生起一團鐵出來 或者呢 這個木 屬於木頭這個炭的 炭這一類的這個極為 他自己呢 就可以生起一棵樹 生起一張桌子 因為從離散的極為 他就可以生了嘛 不需要集合 你不需要呢 說這個還要加上什麼 那麼呢 才能夠生起這個東西出來 不需要 所以這裡呢 就會有問題 若言從離散等者 這個批群劑 獨立極為 是名離散 這個個別獨立的極為 就是屬於離散的狀態 他一定是分開嘛 分開 那麼才叫做極為 那麼他是個別獨立的 果為啟實 比藏橫有 那麼這個果呢 還沒有生起的時候 就是這個初悟 初悟並沒有出現的時候 比藏橫有 這個極為呢 是藏橫住的 都是有的 在這個空間當中呢 都有無量的極為 因為你認為極為是藏住的嘛 所以一定是這樣子 假設這個外道的見解是正確的話 那麼在果沒有生起的時候 比極為是屬於藏橫有的 若從離散極為出果物生 比出果物已因橫有而無壞面 那麼這個呢 假如說從離散的極為 可以生起這個出果物的話 就是他不需要先集合在一起 獨立的極為 你這一個最微小的這一個物質呢 這個元素呢 他就可以直接生起一個出果物的話 那麼會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這個出果物也應該是很有的 然後他不會滅壞 他不會滅壞 因為他並沒有聚集在一起嘛 他是個別獨立的極為 然後呢沒有聚在一起 出果物就出現了 那麼出現的時候呢 這個出果物就應該是藏住的 然後呢不能夠滅壞 為什麼呢 因為離散的極為 他本身是藏住的 他既然可以直接生出果物的話 那表示什麼 表示呢他並不是聚集的 並不是說聚集很多的極為 他只是一個單一的極為 單一的極為能夠生起出果物 這樣的出果物呢 將來也不需要離散 因為呢他就是一個單一的極為來生嘛 他怎麼還能夠說漸漸的分析呢 沒有 又因片一切物而無差別 其次呢 又應該呢片一切物都沒有差別 就是呢有無量無邊的極為 那麼他們個別就能夠生起出果物 所生起的出果物呢就是會無差別 你就不能夠說這是鐵 這是木頭 那麼這個呢又是水 就會有這個地水火風 種種的這個差別 或者這個物質的世界呢 又會有各種不同的這個東西出現 就不應該這樣子 如是以無因果決定 故不因理 那麼其次呢 這樣子來講呢 又會沒有這個因跟果的問題 就不能夠決定這件事情 因為呢 又無差別的嘛 一切物你又變成無差別的話 又會變成呢 無因果決定的 所以這 從這個立場來講呢 離善的極為 直接可以生起出果物的話 那麼這個是不對的 那麼接下來呢 若從聚集者 這個外道呢 他這樣的人呢 他又改口了 是從聚集的 有無量無邊的極為 那麼他聚集在一起 才會生起這個出果物 那麼現在呢 乳亦云合 你既然這麼講的話 那麼我再來問你 比出果物從極為生時 為不過比行之之量 為過比行之量也 就是呢 當這個出果物 從這個極為生的時候 因為你認為極為能夠生起出果物 那麼從出果物 當然是由極為生 那麼極為生怎麼生呢 就是聚集在一起 極為聚集在一起 那麼才生起出 出果物 那麼現在呢 這個出果物到底有沒有超過極為的量呢 就是為不過比行之之量 他沒有超過這個極為的量嗎 或者呢 他是超過了極為的量呢 這裡就是問他這兩個問題 這個極為跟出果物呢 當然一個是因 那麼一個是果 由極為生起出果物的時候 這個出果物的這個質量 他的形體 他的質量 有沒有超過原先的這個極為呢 這裡就是問他這個問題 若言不過比行之量者 從行之分物 生行之有分物 不應道理 這個在前面好像第1個字 假如說 他說 不超過的話 極為的量這麼多 那麼 所生起的出果物 就是這麼多 是沒有超過原先的量 那麼這個外道呢 就是這麼講 問題就來了 從行之分物 生行之有分物 不應道理 這個在前面好像第3卷的地方 有講過一段極為的問題 就有講到這個部分 這個行之分物呢 指的就是極為 極為怎麼叫行之分物呢 假設說極為他有形有質量的話 那麼他本身呢 就是一個分物 因為他存在於一個空間 那麼他呢 有一個形狀 有一個質量 那麼這個呢 叫做行之分物 可是呢 從一個行之分物 卻可以生起一個行之有分物 這個行之有分物呢 就是出物嘛 那麼為什麼叫做有分物呢 就是他裡面 含藏著無量無邊的 一個一個微小的部分 所以呢 叫做有分物 那麼這個呢 叫做不應道理 因為你說他不超過原本的量嘛 就是極為這麼大 生起的出物也應該這麼大 可是呢 事實上不是 事實上我們看見的這個 所生的出國物呢 他還可以被分析嘛 那表示什麼 表示他已經超過了 表示他和原先的量是不一樣的 所以從行之分物 可以生起行之有分物 是不合道理 這個出物呢 他本身裡面有這麼多的成分 有這麼多的部分 你可以去分析 那這樣子來講 有沒有超過他的量呢 超過很多的 所以是不合道理的 那麼看批群記 若言不過比行之量等者 此由方所難出國物從極為生 這個地方呢 就由這個方所來質問他 質問他這件事情 因為凡是物質的地方 他呢都會有佔據一個方所 占據一個處所 就是占據一個空間 所以就根據這個空間的觀念呢 來去質問他 眾極為性 離善而住 不可直取 自明行之分物 這個眾極為性呢 很多的這個極為 那麼他們離善了 離善而住 他在虛空當中 那麼普遍呢有很多的極為 但是呢他本身呢 並不是在一起 個別的個別安住他的 安住在他的空間當中 那麼呢你不可直取他 極為的東西呢你抓不到 你不能說呢我手這樣子一抓 這個就是極為 不是 那麼這個叫做行之分物 假設有極為的話 那麼他佔據一個空間 他也有行也有質量 那麼這個呢就是行之分物 比出果物極為極成而可直取 至明行之有分物 那麼你如果說這個出果物 是極為集合在一起而成就的話 那麼這個呢都是可直取的 比如說這張桌子 你這樣手一摸就可以摸到 那麼這個杯子你一拿就可以拿起來 這個是你可以碰觸得到的 這個叫做行之有分物 他也有行有質量 但是呢裡面有無量無邊的極為 所集合在一起 那麼現在呢若言不過比量 應無意象不可直取 不應說明是有分物 那麼現在問題就是這樣子 你如果說不超過他的量的話 比如說呢極為 一個極為你抓不到 兩個極為你抓不到 那麼無量無邊的極為 你還是抓不到 不能說呢很多的極為你就可以抓得到 這個道理呢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不過比量的話 那麼應無意象 既然極為跟初物這之間 他的量都沒有超過的話 憑什麼一個極為你抓不到 那麼無量無邊的極為 他們在一起 你還是抓不到啊 所以呢他也應該不可直取啊 不應該說呢他是有分物 他這當中還有無量無邊的成分 不應該這樣子 就好比說呢 你說這個一粒沙子 你拿到電鍋去煮 他不能煮成飯 那麼你一盤沙拿去煮 他還是煮不出飯來 同樣的道理 現在呢你一個極為 既然不可直取 憑什麼說這麼多的極為 他你就能夠直取 所以這裡呢問題就是在這裡 就是因為他並沒有超過他的量 極為這麼大 那麼出果物呢 也沒有超過他的量 既然沒超過他的量的話 你呢應該是也看不見 那麼也不能夠去碰觸他 不能說他們集合在一起 你就能夠看見了 不行 不能夠這樣子 言有分者 為與極為同在一處 有比分物 什麼叫做有分呢 這件事它有分 因為它和極為同在一處 有極為的成分 比如說這個出果物 怎麼叫做有分呢 因為它這當中有極為的成分 那為什麼會有極為的成分呢 因為它和極為同在一處 同樣在一個空間當中 在同一個空間當中呢 出物有極為的成分 那表示什麼 表示他們同在一處 這個呢叫做有分 顯揚論云 在顯揚聖教論裡面有講 若不過者 出執愛物 應如極為 不可直取 假如說出執愛物 它並沒有超過極為的量 那麼它呢 就應該如同極為一樣 那麼極為不可直取 你呢也應該不可直取 不能說極為你抓不到 那麼現在它所生的出物 你呢可以抓得到 你不應該這麼講 也不應該有這種事 因為他們的量是相等的 量既然是相等的話 極為是這樣子 你呢也應該就是這樣子 又負世間 不見只愛不明敬物 同在一處 故不因理 其次呢 這同樣在顯揚聖教論裡面有講到 在這個我們世間當中呢 沒有這種事情 叫做不見 沒有這種事情 世間上呢 並沒有看見這種事情 什麼事呢 就是這個 直愛不明敬物 同在一處 這個直愛呢 就是出國物 是有直愛的 出國物呢 當然是有直愛 它有一個形質 其次呢 它佔有一個空間 在這個空間當中呢 它能夠障礙其他的物質的存在 那麼其次呢 其次呢 不明敬物 因為它有形質 你可以直取 你可以看得見 這樣子來講呢 它是屬於不明敬物 那麼你看不見呢 的部分呢 就是極為嘛 那麼它呢 當然就是明敬物嘛 這個有直愛不明敬物的東西呢 同在一處 世間上呢 沒有這種道理 那這怎麼講呢 比如說呢 同樣一張桌子 這裡一張桌子 那麼那裡又一張桌子 這是相同的 但是呢 它們不可能站在同一個空間當中 同一個空間呢 不可能有兩件物體在一起 比如說呢 同樣一個空間 不可能這裡一個人 那麼呢 還有第二個人存在 因為呢 彼此呢 不能夠重疊 有直愛的東西呢 彼此呢 不能夠在同一個處所 因為這個設法呢 本身呢 是互相會障礙的 所以這裡呢 顯揚聖教論呢 有這麼講 那麼這樣子呢 從極為生出果物 它就是在同一個空間嘛 在同一個空間的話 它又沒有超過它的量 那麼極為是這樣子 出物也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呢 你說它沒有超過量 是不對的 今天講到這裡